现年63岁的何佳靖早年演出台剧包青天展《朝一》走红 但出幕前的他近年主力在内地打理健康品生意 其在惠州厂房更是国家级旅游景点 又时在社交网贴片宣传 今日何佳靖在小红书天 近日返港听明星足球队赛时的他 还与佳靖 姐时下午茶 京阶何佳靖姐夫原来是刘德华 网上时传出望角街头一个路牌 上面写着牙科医生 德华尔成为热化 就连胡卫康熙日也曾找这位德华弟牙 在社交网打卡 原来这个牙医刘德华 然是一人何佳靖的姐夫 今日22日在贴片留言说 刘德华喝下午茶 片段中的刘德华 并非天王刘华 而是牙医刘德华 片段见何佳靖坐在茶餐厅 这镜头说 你们整天叫我跟刘德华同框 今天跟德华同框 然后镜头一转 见何佳靖对面坐着一 西装鼓鼓的男子 何佳靖接着说 这个我姐夫刘华 香港牙医来的 我的牙齿他弄的 接着何佳靖 夫刘德华向镜头腼腆打招 虽然何佳靖在内地 厂房 姐夫亦是牙医 但见他们食菠萝油 瑞士鸡 捞面 鱼蛋粉等 依然食得津津有味 看来生活香 贴的 还有网民大赞何佳靖 姐夫子 姐夫好帅 姐夫真帅 姐夫诺雅 说姐夫傻呼呼 好搞笑 星岛 跳U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 容 解桅 君 你 咯 城 咯 你 咯 咯 咯